習近平可能是大陸的領導班子裡面 當下最瞭解台灣 他畢竟在福建待過很長的時間 他的太太彭麗媛也來過台灣 過去親戚雖然我的瞭解是已經過世了 但他來台灣的時候 其實他很喜歡台灣 我記得那一次來台灣的時候 他中途拖隊去看親戚 私下跟朋友們聊到他的台灣之心的時候 他們是是喜歡的 習近平 福建是習近平整個政壇起步的地方 在那個地方有留下許多 對習近平這個人的觀察的起點 他在擔任國家主席之後 雖然他會到各個地方去做調研 可是福建他去的很很頻繁 這一次應該 應該第四次 但是這一次我覺得還是顯示 習近平是有保留 有保留就是說 他合理的說明了 為什麼這次軍演只有一天 因為第二天習近平就到了 十月十四號那天軍演 早上扶小攻擊五點鐘就宣布 大家都還在睡不知道 傍晚大家還沒有下班他結束了 所以很多人都留下一臉錯誤 當天許多的媒體的節目下午錄的 幾乎晚上都要要重做 因為因為講的都不對 但是為什麼會這麼短一天的時間 因為第二天習近平到了 我們去設想一種情況就是說 如果習近平仍在福建 而同時東部戰區正在大規模的軍演 那那個強度就很高了 那種感覺是習近平來督軍的那種感覺 意義上面就非常不一樣 所以就我個人來講 我比較傾向於善意的解讀 就是習近平不想把這種氣氛拉得這麼高 所以軍演二四小時之內就結束了 第二天習近平的調研 當天也沒有任何的發佈 他十五號十六號都在福建 到十六號離開的時候才發新聞 他去了漳州泉州 東山島 剛剛主持人提到了 東山島是一個很關鍵的戰役 除了決定了 決定了在當時的國民政府的反攻的 最後的可能性 放掉了東山島之後 回到了金門 就形成了今天的 今天的就是說那兩岸之間的隔絕的形勢 東山島本來是最有企圖要反攻的地方 但是在那場的關鍵的戰役裡面 他不只是因為當時的湖連的部隊 因為擇水了快一半 撤回到金門 要知道當時的解放軍事兩線作戰 他同時是在打抗美援朝 同時一邊是在打東山島的戰役 所以東山島的戰役 對兩岸今天的形勢來講 從軍事的角度來講 他應該是一個非常深刻的記憶點 就是今天他去看東山島 我覺得意義是應該 朝這個角度去理解的 第二個就是說他他所釋放出來的訊息 我覺得很訝異就是說前一天才在第三次的 就是說這個圍倒的軍演 可是習近平的講話 幾乎沒有琢磨在軍事的部分 他談的都是文化跟宗教 而宗教的這一塊 他除了把所有的兩岸之間的交流的調門 從兩岸壓低到所謂的小小兩岸 就是福建的跟跟臺灣 他在告訴你未來有關於臺灣的問題 對口就是福建 就是敏臺融合示範區的 這樣的一個等級 第二個就是他在談的宗教概念的時候 是接下去兩岸關係很敏感的一部分 也是臺獨最難處理的部分 臺獨可以否定歷史 臺獨呢 不管你要談一百一十三年 或者是從一九四九年之後談臺灣 你也可以否定 你可以否定許多的東西 可是宗教的敏感度非常高 民進黨在碰到這一塊的時候 賴清德不久之前 對兩岸的道教的交流 都還意在言外說 去沒有關係 但是不要被統戰 也就是說宗教這個東西 沒有辦法切割的時候 對於臺灣在講臺獨人來講 心裡面都很不踏實 而今天的習近平 他知道這一點 所以他不管的是在 是在泉州或者是漳州 他所他所談的 不管是告訴你關聖地 帝君的故事 泉州媽祖的故事 那都是在最後對臺灣的動之以情 習近平我還是強調 臺灣方面來講 兩岸之之間 因為有統獨的問題 彼此之間的對應的氣氛 不會好 可是臺灣起碼要和 基本上認識習近平很可能 現在大陸最強大的鴿派 就是他的立場 會決定兩岸之間 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解決彼此之間的政治旗艦 當鴿派在位置上面的時候 應該把握契機 習近平之後 不會再有這種各派